这里就是清朝晚期著名的女首妇周英的老家 她家里有几件宝贝 据说是价值连城 世界罕见 悄悄的告诉你 尤其是她家主人睡觉的床 里面是暗藏玄机 观众木子 今天我就带您走进陕西的周家大院 一起去看看周英是如何 从一位柔弱的寡妇成了慈禧太后的该女儿的 走吧 咱们在进门之前 在周家大院门口看到了一对狮子 其实在古代很多大院门口都会摆放狮子 狮子狮子子子子 代表子孙凡言之意 而且也是镇宅的意思 咱们再到里面继续去看一看 咱们进来之后 您看看在这里有一对上下马食 普通人家可不能随意摆放的 木子去过好多大院 他们家的上马食是最为特别的 在三面分别雕刻了三个字 福 寿 喜 那么重点来了 您可以看一下 每个字它都是龙字开头 龙尾落款 整个字昂首大气 寓意龙抬头 龙马精神 主人出去谈生意 往这一站 下人把马往这一迁 又有马上成功之意 那么大家可以把马到成功打在评论区 祝您马到成功 周家大院始建于乾隆末年 距今为止已经有两百多年了 咱们看一看周家大院的全程图 大家看一下 这哪里是院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城堡 而且现在咱们这个位置是在这里 看一下 那简直它就是冰山一角 咱们再抬头看看上方 这些金色的是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看看 中间它是一个几何变形的寿子 四周又飞翔着五只蝙蝠 取其心音就叫做 五福胖寿 一福二寿 三康宁 四有好德 五考中命 当时呢 是用黄金打成薄薄的金箔 然后呀 镶嵌上去的非常漂亮 咱们再看看周家门上 两百多年的彩绘 到现在为止呢 保存依然完好 各种颜色清晰可见 其实呀 这都不算什么 一会儿去他们家卧室看看 一定让您大开眼界 那么这里呢 就是周家的主院了 整体呀 四四方方 是一个聚器聚裁的格局 上面呢 水呀流下来 而且呢 水不能直接流出去 要在院子里转一圈 叫做四水归塘 最后呢 再流进他们家的后院 再流到自家的田地 这里呢 又叫做肥水不留外人田 抬头再看一下上方 有好多铁丝碗 主要呢 是防止呀 有人从房上下来偷东西 而且呢 上面呀 有很多铃铛 叮当叮当会响 在院落门口这里呢 有十根住处石 每一根上面呀 都有图案 不一样 上面雕刻呢 非常精美 有十全十美之夜 那么后院在这里呢 还有十二根 咱们呀 过来看看 这边更加的精美 这么多柱子 是代表什么的呢 您在全国呀 找不到第二处 它整体预议 一年十二个月 都能够十全十美 咱们再去他们家客厅 去看一看 这里就是周家大院的客厅了 赶紧看一看啊 那么当时来客人呢 主人坐在中间 两边坐客人 而且呢 一边喝茶 一边谈生意 再抬头看看 上边的十二盏宫灯 在晚上特别漂亮 里面呀 还有一个小机关 来回转动 可以调节灯光的亮度 实在是太牛了 这里就是后楼了 它也分为上房和下房 而且呢 这个上房 它是两层小阁楼 楼上当时呀 是教育子女的一个地方 主人呢 把卧室 是你在下方 时刻都能监视孩子学习 注意 这块匾额 上面呢 有四个大字 怀古月轩 这块匾额呀 是房主人亲笔书写的 快两百多年了 现在呢 已列入了中华的明匾之列 房主人为什么要以怀古月轩 来命名呢 因为李白的古诗当中呢 它是这样写的 说现在的人们呀 不曾见过古时候的月亮 而现在的月亮呢 曾经照耀过古人 时间就像流水一样 匆匆而过 挂在这里呢 也是在 其实他的后人要珍惜时间 贺苦读书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走 咱们去看看他们家的床 到底有多精美 这里呢 就是周家主人睡觉的地方 在古代呀 再有钱的人家呢 他们睡觉的卧室都不会太大 最有看点是这个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有彩绘可以看一下 百年都没有褪色 您仔细看 我要不说呀 您一定以为是昨天刚刚会上去的 而且红色朱砂呢 非常漂亮 绿色的是绿松石 蓝色的是青金石等 都是天然宝石的粉末 绘制上去的 别说一百多年 就算是再过上一百年 它也不会褪色 因为当时周莹呢 资助过慈禧 后来呢 被认为干女儿 所以慈禧呀 送给周莹一对枕头 咱们可以过来看一下啊 这里的枕头呢 它可不是一般的枕头 在里面呀 放有茶叶 还有干花等 在中间呢 开了一个小洞 睡觉的时候呀 如果耳朵呢 接近这个枕头 类似扬声器的原理 谁能靠近 或者说了什么悄悄话 他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为了安全 旁边呀 在那个地方 还放了一把扇子 这也不是普通的扇子 都是特殊 鱼木制作而成 表面呢 还有一层坚韧的野残丝 整体有铜油呢 浸泡七七 四十九天 坚韧不摧 刀枪不弱 能跟战场上的这个盾牌呀 相媲美 但拿在手中呢 也不中 这个防身呢 真的是无敌了 那么周莹 到底长得什么样呢 咱们到屋里来看一看 周莹出生在陕西省三元县 他的增益也是明清的 陕西延商巨富 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呀 后来就家到中落了 所以周莹小时候呢 过了好多清贫的日子 但是他从小特别聪明 生活在了一个 商人家的氛围当中 那么当时对生意呀 他呢也是很有天赋的 可是他的命运多舛 长大之后呢 周莹嫁给了 安无宝的大户人家吴家 由于新婚夫妇 丈夫呢 是个病秧子 嫁过来没多久呀 丈夫就去世了 吴家少爷这钱钱刚一走 后来吴家老爷子呢 因意外离开了人世 这个时候的周莹呀 面对的是重重困难 家族的歧视 还有封建社会 女人地位是相当低下的 就在这时候 周莹勇敢的站了出来 正式接手了吴家的产业 他任用贤能 当时呢 给那些年纪大的人呀 发放养老金 提出了年底奖金的制度 刺激了员工 对工作的积极性 后来提醒呢 让大家呀 一定咱们是有钱一起赚 在他的努力之下 吴家的生意呢 很快有了很大的起色 最鼎盛的时期 生意遍布全国 那么生意做大的周莹呢 他并没有旺本 他不仅创办了学校 兴修水利 多次呢 开仓放粮 救济穷人 1900年 慈禧西桃来到了陕西 当时周莹呢 资助了十万两白银 后来薪手条约 国难当头 周莹前后呀 又捐了大量的银子 来供赴国难 被慈禧任作干女儿 奉为一品告命夫人 她不仅是金国你首富 还是大慈善家 这样的女人真是了不起 光中木子 下个视频 带您走进陕西的 吴家大院 这里就是 登一次就少一次 看一眼就少一眼的 千年玄空寺 也是金庸笔下的 空中楼阁 便利天下的徐侠客呢 说自己到了这里之后呀 都需要鼓一鼓勇气 才敢攀登 并评价为 天下巨冠 千年古煞 更是让诗人李白 上去之后看了一眼呢 下来不禁感慨 写下了壮观两个大字 但是呢 他觉得也还不够 于是呢 就在壮色旁边 又加了一点 玄空寺 在1500多年前 没有现在的高科技设备 那么古人 是如何修建出来 让世界都为之震撼的 建筑奇观 观中木子 今天呢 就带您登上千年的玄空寺 一起去看一看 走吧 玄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5年 也就是公元的491年 距今呢 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 总长约32米 楼阁殿宇40多间 平均一间房屋呀 都不到一米 但是里面呢 那是一应俱全 我们所熟知的 释迦牟尼 孔子 老子 关公 甚至吕洞宾 天鹏元帅 猪八戒 他们都在其中 玄空寺呢 是佛 道 儒 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所以避免了千年来的 人为破坏因素 玄空寺的整体设计呀 它呢 就是像一条龙了 那边呢 是龙的头 还张着大嘴 中间那里呢 它是龙身 上面这些飞檐翘角呢 它就是龙林了 最后呀 就是龙尾了 那么这个宿有玄空寺 半天高 三根马尾空中掉的说法 在这1500多年的历史当中 经历了数次大小的地震 那古人是用什么方法 修建出来的呢 咱们继续向上走吧 玄空寺呢 整体分为南楼和北楼 南楼呢 高是三层 长约八米 宽四米 北楼高三层 长约七米 宽为四米 中间呢 以长约十米左右的长线桥 相接连 哇塞 咱们从这 就登上这个玄空寺最高端了 你看这楼梯吗 比我脚还窄 实在是有点害怕呀 哎呦 放眼望去 你看这一排排 碗口醋的立柱 怎么可能撑起 十多吨的房屋呢 可别小瞧这些柱子 平时呀 虽然不怎么受力 但是呢 它可以给 那么少来的游客呀 一些心理安慰 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呢 还能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 那么玄空寺 到底是谁建的呢 你看在这里有四个字 公输天桥 公输指的是鲁班 鲁班机姓公输士 明班 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人 他出生于世代的工匠世家 从小学习了很多土木建筑的技术 据说手工的工具 袍子 麒齿 墨斗等等呢 都是他发明的 那么鲁班呀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有2500多年了 玄空寺呢 有1500多年 所以玄空寺并不是鲁班修建的 这四个字呢 只是用来形容 玄空寺修建巧夺天公 因为鲁班是土木建筑的鼻祖 所以呢 在古代的很多厉害的建筑当中呢 找不到修建者 就愿意说是鲁班修建的 玄空寺呢 还有一段佳话 据说当年北魏 孝文帝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位神仙 在雪崖峭壁上 就建了一栋寺院 在里面修行 事半功倍 孝文帝醒来之后呀 就命天下的工匠呢 集思广义 在雪崖上建寺庙 众多工匠呢 都束手无策 眼看工期将继 大获临头之时呢 就有一个路过的老和尚 指点迷惊 你何不把寺庙 想象成蜘蛛网呢 在悬崖上凿出洞眼 把飞梁想象成蜘蛛的腿 深深插在洞中 工匠们突然恍然大悟 开始修建楼阁大殿 达到了孝文帝的要求 玄空寺的千年不倒之谜 首先是他的玄指 咱们把无人机飞上去呢 您从上往下看 你根本看不见房屋 它的整体呢 都镶嵌在了悬崖上的凹旋位置 它就像是一把天然的大雨伞 笼罩在了整个电雨的上方 而且在下雨的时候呢 雨水呀 也不会流到电雨里面 两边都是高速的山峰 所以呢 只有在清晨的阳光 才能照在大殿上 夏天时长不会超过三个小时 冬天呢 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这样能防止把木材晒裂 还能除去木头中的湿气 其次就是选材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木材 是当地一种铁山木了 它本身呢 非常的坚硬 还有一点就是油性比较重 在修建的时候呢 每一个部件 都用铜油压浸泡过 起到了防腐 防柱 防风化的效果 您仔细看一下 这么多年了 还是光滑坚固如初 最最重要的来了 那么玄空寺 怎么解决受力问题呢 看这里 这里有个石槽 就是古人在建的时候 他们把绳子绑在腰上 从上面再掉下来 在雪崖墙上呢 开凿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石槽呀 它是个四四方方的梯形 在木头一端 固定好了之后呢 有一个木靴子 再将横梁用外力 撞进去 和现在膨胀螺丝呀 它是一个原理 那么在古代 就能想到这么厉害的方法 实在是太佩服他们了 这些木桩呢 大概插入山铁的三分之二 外面留有三分之一 这就相当于现在 在建房子的时候呢 打好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地基 而且呢 所有的横梁呀 都是微微向下去倾斜的 这样的方法 建出来的房子呢 都是外面高 而里面低 当很多人走在上面的时候呀 人再多呢 它也非常的平稳 木子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 这是悬空寺最顶部了 也是龙头的位置 我替您摸摸龙的头 祝您一辈子不用发愁 那边呢 是龙的尾 祝您顺风又顺水 大家可以把顺风顺水 搭在评论区 悬空寺呢 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空中楼阁 处处都是显得那么迷你 在全国来讲 也是我们唯一一个 能触摸到 1500年前的斗拱了吧 每一块呢 都各不相同 层层摇合在一起 当遇到剧烈摇化的时候 就像减震器一样 而且呢 依然平稳 这技术在千年后的建筑呀 都依然在使用 悬空寺每一个细节 都做得这么完美 您看这彩绘嘛 以前500多年了 还没有褪色 因为它呢 都是天然的颜料 那么悬空寺 就算是再过上几百年 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真的很佩服古人的智慧 关注木子 下个视频 带您走进千年的硬线木塔 这里就是感动 14亿中国人的 西域师傅舍利塔 他是历史上 唯一一个 让慈禧老佛也下过跪的人 也是蒋校长 一生中都崇拜的高僧 很多人都知道他 但是呢 却不了解他的爱国情怀 徐云老师傅 当年朝拜五台山的时候 您知道 是谁救了他吗 相传徐云师傅 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历经 1400多公里的路程 从浙江 普陀山的法华寺 三步一拜 徒步三年多的时间 才到达了山西五台山 那么今天木子呢 就来到了山西五台山 带您了解他 传奇的一生 徐云师傅出生在1840年 父亲和母亲身体呢 都非常不好 又是老来得子 他自己呢 身体也很虚弱 这个孩子呀 一出生呢 就注定此生不凡 几岁的时候 父亲看他身体很是轻瘦 就想着做点肉给他补一补 没想到呀 他直接走开了 父亲想 除了瘦点身体呀 也没别的问题 你不吃就不吃吧 十几岁之时呢 这个孩子每天如一日的 去寺院里面听师父讲经 父亲怕这个家里 唯一的独苗顿入佛门 所以呢 就赶紧给他娶了两房媳妇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 两个儿媳肚子呀 竟然没有动静 原来徐云呢 每天面对两个媳妇 就是不停的在为他们讲经 徐云在20岁那一年 还是偷偷的出了家 从此呢顿入了佛门 开始云游四方 西云师父传奇的一生 从此就拉开了帷幕 他的修行之路 历尽了千辛万苦 为国为民 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00年天下大汉 饿死的人呢 比比皆是 瘟疫四孽 百姓更是石城九空 那么这个时候 已经年尽花甲之年的西云法师 不忍百姓受此大难 奏请当朝的光绪皇帝 下旨富人官员捐些钱财来救济百姓 朝廷拨下来的灾款呀 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西云法师决定在八月送经骑雪 镇压灾情 八月骑雪 那简直是痴人做梦啊 可西云不分白天黑夜 参禅大作 七天七夜之后 奇迹竟然发生了 果然天降大雪 瘟疫和干旱中的百姓 被救于水火 慈禧老夫也感动的 都下跪来朝拜 有一年 日本人大肆残杀百姓之时 西云长老呢 收容落难的百姓 日本人就追到了寺院的门口 西云当时盘腿坐在山门口 日军一路追杀过来 看见了一老者犹如菩萨 看出他是一位德道高僧 不由自主的收住脚 士兵当时呢 想去刺杀西云师父 日本的小头目当即喝到 八个压禄 骂完上前 向西云长老鞠躬 请大和尚恕罪 西云长老听他 既然会说中国话 就道 一分杀业 一分罪 请长官慈悲为怀 放过手无寸铁的百姓 在旭云的劝说下 日军放过了百姓 在全国各地 旭云做过的善举 何止这些呢 实在是数不胜数 1959年 旭云老和尚 120岁主动圆祭 火化后 居然出现了七彩的舍利 我身后就是高僧旭云师父的舍利塔 铜塔 修建于2015年 那旭云老师父当年炒拜五台山的时候 您知道是谁救了他吗 当年旭云老师父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三步一拜来五台山的途中 当他走到离五台山 还有一千里的时候呢 天寒地冻 大雪纷飞 身边啊是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连个遮蔽的地方都没有 此时他没有吃的 也没有喝的 又冷又饿的他 当天晚上就感冒发烧 就生了病 天色已晚 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冒出来了一个期待 走进了续云老和尚的身边 给他带了一些吃的 为他生火取暖 等续云清醒过来之后 乞丐就问他 说道 普陀山到五台山 路途这么老远 您这是何必呢 续云说呀 这是我自己发的月 就必须要完成它 乞丐感动的说道 就让我来帮你吧 每天呢 我给你来背一背行李 当续云老和尚的身体康复以后 继续三步一拜往前走 第二年在六月份的时候 他走到了五台山的脚下 马上呢 要进山了 乞丐对他说 我先走 你继续慢慢的往前拜 后来就询问他说 那你去哪呀 乞丐说 我家就是五台山的 我现在呢 要回家了 虚人长老非常感激这个乞丐 因为他呢 救了他自己的这个性命 而且一路上帮着他背行李 如果没有这个乞丐 可能续云师傅的生命啊 早已到达了终点 乞丐对着续云说 因为路途相同 所以呢 能帮你啊 我就帮点 你也不用着急 我呢 把你的行李啊 先给你带到五台山的书相寺 到时候 你来到的时候呢 再去取就可以了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最后续云师傅问乞丐说 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乞丐说 我叫文吉 五台山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您到了五台山呀 就可以找到我了 后来续云一直就拜到了 五台山的书相寺的门口 他的行李呢 果然放在了那里 可是问遍了很多出家人 都说根本不认识文吉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续云师傅把他跟文吉 在山下相遇的很多故事 就告诉了书相寺里的出家人 这个时候呢 有个师傅就说了 文吉不就是文书老师吗 因为文书老师的全名叫 大智文书师利妙吉祥 这个时候续云师傅恍然大悟 对呀对呀 文书老师曾经发下过宏远 每一个来到五台山的人 我都要赢你一千里 送你八百里 佛门自古有不杀生的戒律 然而呢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西云法师就代表佛门明确表示 当国家受到侵略之时 佛门的僧徒也有承恶扬善的责任 因此西云法师还专门成立了一支 由僧里组建的抗战救援队 他们奔赴战场 拯救了无数的抗日英雄的生命 由此可见 西云法师在大是大非面前 并不单击你于清规戒律 而是将佛法与时代背景相结合 无愧是得到高僧啊 西云师傅的慈悲循环是无人能及的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 他为了国家和百姓 所做出的贡献更是被人永远铭记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得到高僧 他健康长寿的活到了120岁 今天在这个圣地 慕子祝福看到此视频的您 平安喜乐健康长寿 心想事成 关注慕子 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知识